此外 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政府计划在本周宣布 为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 据美国官员透露 此轮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装备 总价值大约在2.4亿到3.75亿美元之间 其中将首次包括含有瓶油的穿甲弹药 瓶油弹可以从美国的埃布拉姆斯坦克上发射 这些弹药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运抵乌克兰 今年4月 英国证实 用于英制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瓶油弹药 已经运抵乌克兰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对此回应称 俄罗斯也拥有瓶油弹 俄罗斯保留使用它们进行回应的权利